大家好,歡迎收聽網項快報,今天錄節目的日子是2020年 5月16日,這裡有一個新西蘭的記者台,讓我寫了一張Raymond 大家好 馬來西亞,馬來近 大家好 還有在加拿大的家產生 各位網友好 大家好,在節目之前,剛聽就給個like,可以分享給朋友 最重要是訂閱我們的頻道和按旁邊的小鈴鐺 他有新節目,我通知你,繼續壯大中立模式的力量和宣揚理性的聲音 今節特別一點,我們講一些歷史的問題,好嗎? 事緣,最近就有一份試卷 因為一個問題,很惹火 很惹火 首先不要說這個史題有沒有問題 史題有問題我們可以做 但是呢,希望大家如果想聽就留言 因為呢,其實這個史題呢 我自己覺得 他找出來的史料是很偏頗的 但是呢,在西方國家呢 他考試,很多時候呢 他在史卷提供的資料呢 都是很偏頗的 都是很偏頗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他就是要你的學生 就是要測試你的學生 究竟懂不懂分辨什麼是偏頗的 什麼不是偏頗的 其實這個 在西方的考試制度呢 是很常有的 首先說一下 那,不要說他對不對 不過有一個 其中一個姓楊的那個人呢 他就說 沒有入軍侵華 就沒有打有新中國 這樣說的 他是 這個太...什麼啦 太... 法輪功了 哈哈 其實這個是法輪功 做了很多年了 其實法輪功呢 大概我 我記得 我記憶所及呢 都做了20年左右 不斷宣揚呢 這個毛澤東呢 充分肯定日本侵華的 這個是... 大紀元是... 報系是做了很久的了 嗯... 其實就是... 騙人的 那當然有... 就是... 因為他這樣講了20年了嘛 那一定有些人是信了的 有些人信了 在社會上 那所以就很嚴重了 那現在有些信了的人呢 就竟然做到這麼高層 在這個考評局裡面 那結果當然出了很多問題啦 嗯... 那... 我自己覺得呢 他這個人呢 不是沒有後著的 所以現在... 現在市面上的回應呢 我認為很多都是未夠班 而且是會... 令到建設陣營呢 是處於下風的 下風的 現在看起來 建設陣營聲勢很大 但是呢 要明白一件事 他們那邊是一定會反擊的 而且呢 他們最有力的反擊武器呢 就是marking skin 是啊... 如果他們拿出來的話呢 我告訴大家 這群人都輸了 建設陣營會輸了 不過我們詳細 我們會解釋一下為什麼 如果想聽就留言 想聽就為什麼 因為... 因為... 你們不想聽到的東西 是啊... 就是我們... 我們首先要駁斥了這個楊生先 他是胡亂講這些說話 就是沒有... 日本侵華哪有新中國 其實是斷章取義的 有很多人將這一句說話 是毛主席講的 因為毛主席... 你說 毛主席... 他有講過感謝日本 但是... 大家一定要明白 看某一件事情 必須要看他的背景 和原因 你才能夠很宏觀 一件整體的事情 你不能夠抓住那一點 或者他一兩個用詞 而說他是有這樣的意思 是啊... 毛澤東他感謝的意思呢 其實... 當然他講出來呢 是用一個唯物事觀的方法 其實... 毛澤東在外交的講話 是有一本書出過的 就是1994年出的 叫做《毛澤東外交文選》 在那本書裡面 其實提到侵略的位置 有幾百個的 而毛澤東提供另一個角度 去看侵略的位置 就只有兩個 嚴格來說只有兩個 他講幾百次侵略 都是反對侵略的 毛主席 不要將... 這個... 毛澤東贊同日本侵略 或者感謝日本侵略 當成是一個事實 這個不是事實來的 所以... 也不要污衊毛主席 我覺得... 毛主席在這件事上講錯了 因為我可以跟大家講 毛主席沒有講錯的 這兩次講話是記載了 在這本《毛澤東外交文選》裡面 當然... 還有很多人說 毛澤東是跟田中、郭榮講過這番說話 但是我告訴大家是沒有的 沒有的... 就算在田中、郭榮的回憶錄裡面 都不會找到這些說話的 毛主席... 是被討論出去的 是啊... 可能是做謠者做出來的 做了很多年 很多人信 毛主席從來都... 只是跟那些友好黨派 譬如日本的社會黨的國會議員 是講過這番說話 第一次講這番說話就是1961年 對不起不是1961年 是1960年 第一次是1960年 講這番說話 1960年的時候 那個文章的題目 就叫做 《美帝國主義是中日兩國人民的共同的人》 那篇文章叫做 1960年6月21日 是毛澤東向日本文學代表團講的說話 主要是戰術 共同的敵人是什麼 就是這個美帝國主義 並不是日本 是美帝國主義 什麼叫美帝國主義 並不是美國 美國和美帝國主義也是兩個概念 首先要知道 很多人都會混在一起 沒有混在一起 人民和美帝要分開 美國的人民是善良的 毛主席也說過很多次 人民是沒有問題 是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 造成的帝國主義是有問題的 毛澤東也說得很清楚的 就是這個 日本也分開 日本的帝國主義和日本的人民是要分開處理的 這是事實來的 毛主席在這次說話說什麼呢 他就說 我和很多日本朋友說過這段事情 我照書面這樣讀 大家不要介意 其中一部分人說日本侵略中國不好 我說侵略當然不好 記住這句說話說得很清楚 侵略當然不好 但不能單看者壞的一面 這個就是他的歷史唯物史觀 他看這件事 另一方面 日本幫了我們中國的大忙 假如日本不佔領大半個中國 中國人民不會醒覺起來 在這一點上 我們要開引號 感謝山引號 日本開引號 和軍 山引號 但是後面還有 但是日本現在沒有負擔了 因為日本沒有殖民地 相反地變成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從有軍事基地一點來說是殖民地 但是還有一個獨立政府 這個政府被美國支配著 從這個意義來說 又是一個半殖民地 明白嗎 明白嗎 明白 這個說話其實都很清楚明白 當時的日本 其實跟現在一樣 現在的日本這個國家 目前處於什麼 是一個什麼狀態 是比美國的 木形支配半殖民地狀態 沒錯 沒錯 是的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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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他講的那句 不過是說 什麼 感謝日本王軍 這些說話 是 是反話 他感謝的意思是 為什麼這本書會有開銀號生銀號呢 其實就是要講出這件事情 其實感謝的意思是有局限性的 而且是有自嘲的意味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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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 沒有 端端怎麼會感謝 我們都常常是感謝何臣的 難道真的要感謝他嗎 哈哈哈哈 我舉個例子給大家聽 這個大家會生動些 其實只是想大家不要那麼悶 灰霞一些 有些幽默 有些反諷 挖苦一下自己 挖苦一下自己 還有一件事的毛主席 就是講這件事 其實他也沒有說錯 如果不是日本佔領了大部分的中國 中國人民不會覺醒 真的不醒的 是啊 吐一下吐一下 這個不是講謊 這個是客觀陳述 而且是 我剛才也說了 是一個唯物事官 一個共產黨人最強的武器 唯物論和辯證法 唯物辯證 你其實對任何東西都不帶個人情感下去 看事情 就可以從一個客觀 和一個較為立體的角度去看一件事 多角度的 在這種唯物事官的看事的時候 其實要看客觀的事情 真的要大家不要帶任何感情下去 也不要覺得 被人欺負了很多年 這次我們現在威風了 看歷史不是這樣看的 要抽離客觀的去看 其實侵略當然不好 這個毛澤東 這句說話最重點的就是 侵略當然不好 這句說話才是真正的重點 所以 感謝根本不是重點 所以人們抽感謝來說 根本是多餘的 是 也都將那句說話再放大 說沒有日本侵華 沒有哪有新中國 那個人是應該炒了他 那個楊先生 他也都兜不到的 其實如果你被他兜得到 我覺得政府是失職的 如果被他這樣鬥的話 就說毛澤東也說過了 但是有前文後理的 這個世界 當然 他也不能斷仗取義 也都不能放大來說 是嗎 這樣不公道 再重溫一下 究竟第二次是怎樣 說毛主席在哪裏說 另外一次就是 那篇文章就叫做 那個講話其實 你可以說是文章 也可以說是講話 因為其實本來是講話來的 但是當然我看就是看文章 他就寫 日本人民鬥爭的影響是很深遠的 那這個就是毛主席 和日本社會黨的國會議員 黑田秀南的講話來的 那其實是一個談話紀錄來的 那好了 那個談話紀錄呢 就當然很長 前面就講很多 就是和這個日本人 和美國鬥爭的事情 就是講這個 就是主要是駐軍的問題 和那些安全條約的情況 就是因為我反對安全條約 有個很厲害的運動 1960年的時候 那毛主席是怎樣 他這一篇是一次的 那些叫什麼 是訪問來的 是不是呢 談話紀錄 談話紀錄 其實一起聊天 聊天的談話紀錄 那這個又是講亞洲的問題 當然之前有講過 也有講過為什麼日本 就是革命不成功那些 就是類似這樣的事情 就是 那毛主席講幾件事情 就是 最主要就是講了 日本軍國主義政府的問題 是不應該由日本人民來負責的 是不是 還有如果要人民負責 那大家都反對日本人民 那是不行的 所以人民和他那個 有問題的政府要分開處理 這個是毛主席的一貫立場來的 毛主席的立場就是 永遠都站在人民的一面 無論是美國人民 日本人民也好 都是 其實大家的立場都是一樣的 沒有權無勢的人 沒有權無勢的人 是啊 那好了 那講一講毛主席怎麼說 那他又引述他跟這個 南鄉三郎的講話 那南鄉三郎跟毛主席講 一見面就說 日本侵略了中國 對不住你們 那毛主席就說 毛主席就對他說 我們不者讓看 是日本軍閥佔領了大半個中國 因此教育了中國人民 不然中國人民不會覺悟 不會團結 那末我們到現在也還在山上 不能到北京看驚喜 就是因為日本開引號 王軍山引號 佔領了大半個中國 中國人民別無出路 才覺悟起來 才武裝起來 進行鬥爭 建立了許多抗日根據地 為解放戰爭的勝利創造了條件 所以日本軍閥 壟斷資本幹了件好事 如果要開引號感謝山引號的話 我寧願開引號感謝山引號 日本軍閥 日本軍閥 這也是一次的字嘲 事實上他並非真心真意 說真的要感謝你 不是這樣 所以一定要看回他的 context 看回前文後理事情發生的背景 才能夠理解得到 如果有些人就是 有很多人就是看了那一句 如果要感謝的話 我寧願感謝日本軍閥 又沒有看到他原來的感謝字有雙印號 又或者聽到有人這樣讀這篇文 但不知道有一個引號在那裡的話 就會令人覺得 毛澤東是感謝日本軍閥 是 這個問題是必須 我相信教師 如果教到這一段歷史的話 我相信一般正常的教師 一般都會特別和學生解釋 如何去閱讀這一段歷史 我不知道 可能有些教師比較壞 沒有真的講得太清楚 這個我也不排除 但是看歷史 必須要看前文後理 這個是基本來的 是基本來的 絕對是基本 而且之後毛主席還講過一些說話 大家都要看一看 聽一聽 他其實是捧日本的 就說 像日本這樣偉大的民族 應該擁有獨立和主權 日本的經濟文化都走在中國的前面 據說江山縣就有七所大學 我們有個毛石 文化比較發達 但也沒有七所大學 我們沒有這樣一個願 可以和日本比的 中國要趕上日本 環繞一定的時間 跟著他還說了一件事 就是日本有資產階級的民主 有國會 這是你們的好處 也是缺點 中國沒有民主 國民黨就是捉人殺人 什麼也不給我們 這也許是缺點 也許是優點 其實毛主席說話很多時候 都是很抽離地說 還有他可以多角度去看一件事 就算連國民黨都說捉人殺人 都可以是缺點 但是可能都是優點來的 沒錯 那我們有什麼出路呢 我們的出路就是 學他 學他 我們為什麼不能殺人呢 我們進行過調查研究 國民黨有手 手裡有刀有槍 我們也有手 但沒有刀槍 如果我們能把國民黨手裡的刀槍奪過來 不是也可以殺帝國主義的走狗 也可以搞出點名堂來嗎 這些有些幽默 有些幽默感在那裡 其實你不可以抽這些來講 如果你抽一段 其實法輪功從來有一個套路 他前後你不講的 他只會抽一段 國民黨有手 手裡有刀有槍 我們也有手 但沒有刀槍 接著我們就搶 搶他的刀槍 後面實際不注意就不講 蘋果跟大紀元是同一個報系來的 哈哈哈哈 還有剛才你說的那個 就是感濟日本 其實很多 旺人都用這個 是笑毛主席的 就是說他是漢奸 他才真正漢奸 這樣罵他的 其實 就是我們都要 他們不認識的 便冤白綁 是吧 這個是很重要的 因為現在太多人 就是真的 集非成事 因為其實 我們都講過 剛才就是 大紀元就用了20年 去亂說 其實蘋果日報都有份 就是 將這些事情 斷章取義亂說 是不是 那麼 事實不是這樣的 你要看前文後 而且 其實這本文獻是 1994年的時候出的 其實內容是非常之 就是我認為 有權威性的 很好看的 是啊 是啊 你可以看一下 究竟毛主席說的 有多少 他有什麼時候說 侵略是好的 其實就一次都沒有 一次都沒有 好的 其實是 就是他有兩個地方 就說了 你可以用第二個角度去看 侵略 但是你要明白 他那時候 是跟一些日本友人 在聊天啊 那些日本友人都說了 都說了 說了道歉 是不是 道歉 你難道說 我不接受你的道歉 我接受你的道歉 你跪下吧 難道這樣 大家都難堪的 不是 他當然要說一些 其實我們都 雖然這個侵略是不好 但是我們都有一些事情 可以感謝的 就是這樣 一些客套的說話 客套 所以是台交民選 而且繞個圈 其實就說 其實不是你們的錯 就是日本軍國主義的錯 和自賛齋級剝奪的錯 這個就是他想說的 但是 這些是西方那種 什麼 以偏概全 抓住你 一直不斷搖你 其實 天安門城樓那句說話 我又提一提這句 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 這句說話的背景就是 無論什麼國家都好 每個國家人民 大家都站在從一個陣線上面的 我們不要因為以前的侵略 而仇恨日本人 你仇恨的是 你的敵人的是 軍國主義 美國也是 美國做得很壞 但是美國人是沒有錯的 是美帝國主義有錯的 對不對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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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看一下毛選 還有這一本就是外加民選 其實有另外一本 有八卷的就是 毛澤東問習合集 其實你看一下就可以知道 其實毛主席的思想 到現在都是 是不會過時的 我認為 很堅固的 很穩固的 就是你可以不同意他講的話 但是他那套思想體系 是值得參考的 應該這樣說 嗯 沒錯 你可以不同意 沒有一個人 要同意了另一個人的思想 要完全同意了 沒有可能的 但是我 我的意思就是說 毛主席講的話 是有參考價值的 他永遠都是 站在人民那邊 就是 他不會說你人民的錯 他是會說你是你的政權的錯 但是其實 和現在這個 這幫黃人做的事情 是完全不同的 現在這幫黃人 總之你是中國人 你就是壞人 你承認你是中國人 你就是一個賤人 我們就是要把你所有人 趕出香港 如何如何 說一套這樣的事情 現在這幫黃人 是說一套這樣的事情 你看黃之鋒那些 他說我寧願去到外面 人家跟我說你好 就是他不會用國語跟我說話 他只是說這樣的事情 這幫人說是這樣的事情 這些就是 我們也不要用一種 唯物辯證法去看 他的錯並非黃之鋒 或者黃之鋒的父母 的問題 是他那種思想體系出現問題 就是他自己 他個人那種思想出現問題 當然如果他將來 糾正他自己的思想體系 那就沒事了 那就解決了這個問題 但是問題是他持續都是這樣 在那裡利用一些類似的 西方那種種族主義 混在他自己 所做的事情上面 所以就是 經常說一些廢話 搞到好像說什麼 好像剛才嘉賞說到 不是要希望人家 要跟你說你好 不要說你好 就是這樣他都可以 爭一大爛餐的 那是不是 是很好笑的 我們聽起來 但是現在他就是做一些 這麼無謂的事情 也都沒有辦法 是很多時候就是 是思想決定一個人 或者決定一個人的人格 所以才導致他是這樣 要認清問題的本質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也都是我們讀歷史的人 比較著重的一點 是找出問題的本質 而不是 是要對事不對人 簡單來說 對事不對人 這個就是我的看法 是的 希望大家有什麼看法 就留下言 如果想聽聽我們怎麼說 這個題目那件事 那就留一留言 叫我們說 因為如果太少人想聽 我們也不想說 因為近來 那些很認真做的節目 的觀看數都是很少的 可能很多人都很認真 如果是覺得很悶 那就不要說了 那就算了 就是我們也不想 穿了那些篩子 因為 其實我覺得說了 是對建制會有好處的 但是呢 我知道現在那個氛圍 有很多人不想聽 那 不重要的 不想聽就不說 沒所謂 是吧 他又說我們分化了 不說 是不是 因為 因為 我覺得 躁動了 這次 就是動手的時候躁動了 隨時被人把軍 沒錯 所以 其實我很擔心 說到現在 會啊 我也覺得一定會被人把軍 這個陷阱 踩得深 唉呀 真的 因為你跟了黃仁那一套 他講的整套跟了機 所以 唉 我們都說 來來去都說一句 你跟別人用他的方法 其實 他已經玩到爛了 應該說他玩到這麼熟 你學他其實是等於把自己的弱勢 暴露了出來 我就這樣看 嗯 嗯 是啊 不過就是毛主席的說話呢 就是我覺得很好看的 就是我自己呢 都是近幾年才看的 就是我自己 就是有看過毛主席的 就是關於毛澤東的書 都是鬼佬寫的 之前那些 但是我現在看回他自己說的話呢 你會發現了呢 其實是有一條紅溝的 就是鬼佬說的話 就是毛主席自己說的話 是完全不是很一致 那這次節目時間都差不多了 不過大家呢 都可以聽回一句說話 就是 毛澤東他就說世界的前途是光明的 前 道路是曲折的 那香港的前途呢 我都認為是光明的 那當然 那條路當然都是曲折啦 哈哈 你們是不會錯的 哈哈哈哈 一定說得通的 哈哈哈哈 所以毛主席說話是有 就是他 他除了是一個 就是很厲害的戰略家 之外 他也是一個很厲害的哲學家 他說話是很有哲學意味的 哈哈哈哈 你進不了他的 有時候 是 那些人覺得他損害什麼 中國人民感情 不會 如果你看了前文後 我作為一個 就是我都是自認一個 中國人的人 那麼 我不覺得 他說的有問題 就是 不覺得毛澤東說的有問題 是的 就是 我覺得 是一定要認清回那個 上文下 你那個語境 這個很重要 好吧 遲上差不多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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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